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稍微续命终究得面临强制结束的命运 当然 上面我们谈论的前提都是以读者为角度的情况 不过还有一种腰斩的原因可以说是完全是因为作者的行为导致 这个原因便是犯罪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漫画家当然也逃不了法律的制裁 因为犯罪而被逮捕入狱的漫画家 连载的作品当然也只能被迫终止 即使没吃饶饭 基于社会大众的观感 也有极高的可能遭到出版社的腰斩处置 而今天为大家整理的辨识 曾经因为犯罪被逮捕过的漫画家 在这边开始之前 先介绍给大家一款有趣的游戏 就是这款你从未见过的日式冒险RPG手游 空之要塞启航 空之要塞启航拥有庞大的世界观以及冒险剧情 游戏画风采用日式蒸汽幻想风格 第一次看到游戏画面 我就感受到了天空之城的氛围 如果你也喜欢宫崎骏的天空之城 那一定不能错过 而作为一款卡牌RPG 角色的设计上细节满满 每个角色都有游戏里自己国家的特色与造型 像我自己就会喜欢这个 猫耳兽娘 沙美 有猫就给赞 而且作为版本最强乃曼 可以复活队友 又香又强 抽到它 绝对是真正的欧皇 游戏也非常佛心的设计了 首行招募 自选失恋 让你抽到满意才开局 不管是欧洲人 还是非洲人 都可以来试之手气 而且游戏上线 就送100抽 跟7200元金 福利满满 绝对不能错过 最让我喜欢的 就是它在卡牌RPG的基础上 用入了跑酷设计的玩法 大家组队 对抗来自不同威名国度的 鸡血蒸汽Boss 像是沙漠里的金鱼 在金字塔的阿努比斯等等 非常热血刺激 还能一键切换 手动自动 无压力 开心玩 控制要再起航 我准备好了 跟我一起开始 幻想与浪漫交织的天空冒险吧 本影片绝不会因为作者犯罪 而去否定他的创作 更不会因为他的创作 而去肯定他的行为 影片内容单纯为绘整资料 并无带有任何嘲笑 讽刺 甚至肯定等意图 而基于本频道属性为合家观赏 影片内许多敏感用词 会模糊处理 还请观众自行议会 松木达哉 为现年32岁的漫画原作者 并在2008年 与于佐期待组成漫画家搭档 推出了以演员为主题的连载作品 Ag Edge 新世代演员 讲述了潜藏着演戏才能的女高中生叶芷景 作为演员而成长的故事 有看过我先前影片的观众应该有印象 我之前曾多次介绍过这部漫画 是真的很好看 漫画在推出后 人气便逐渐一路攀升 不但收获各种漫画奖项 夺得众多媒体好评 更推出了许多跨媒体的合作企划 可说是背负着众人期待的希望之心 然而所有热爱作品的粉丝们 却突然得知了残酷的消息 2020年8月8号 松木达哉在骑着自行车行进东京都中野区时 因为疑似在路上对一名国中少女习凶 被警察局以强制猥亵罪的嫌疑依送罚办 得知此消息的周刊少年Jump编辑部 立刻展开了行动 在与负责作画的余佐其代商谈之后 于8月10号发出正式公告 Ag Edge 新世代演员将会在8月11号出版的 周刊少年Jump 36 37合并号上结束连载 而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行政流程后 该起事件于9月16号最终以不起诉为结果 哦 原来只是误会一场吗 甘いぞ 幽伎 上面那起事件虽然没被起诉 但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 在事发当日 松木对其他的女学生也做了同样的行为 于是他又再次被逮捕并遭到起诉 最后在12月23号于东京地方法院 判处一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缓刑三年 事实上松木达哉在此之前 就曾在推特上发表过意味深长的推文 而曾经引起过粉丝们的关注 例如2017年投稿的贴文 天气明明这么热 如果群裸出门还是会被抓吧 这真是文明社会的问题啊 以及2016年的贴文 我所编织的故事不存在于纸上 而是存在于空气中 电线赶上 或是女孩子的裙子底下也说不定 虽然是看似开玩笑的文章 但似乎也透露出松木的尺度比较大一些 王永远表示 明明创作了以少女为主角的故事 却完全不了解少女的内心 不但对被害者及其家属造成了伤害 更背叛了一起合作的与左期待 以及支持作品的粉丝们 永恼深恶 这名漫画家的名字 现在这一代的读者应该是几乎不认识的 他的活动期间是1952年到1980年 是相当早期的漫画家 代表作为《柔道一直线》等作品 也获得过第17回小学馆漫画上等奖项 永恼的学历并不高 是国中一业 但却在业界达成了许多成就 例如在1961年发表的漫画家《残酷物语》 揭露了许多漫画家的幕后故事 对于希望成为漫画家的志愿者们 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更在诸如《Garrow》等漫画杂志上 发表的许多作品 牢牢抓住了当时年轻人的心 而永恼也在2003年的深夜节目中 被夏目《防智界》等专栏作家评论 他的作品对于当时的读者 有着如同太宰之一般的影响力 不但在作家圈中备受尊重 也具有独特的时尚感 然而正所谓站得越高 帅得越痛 永岛生儿在1980年11月16日 被发现不把持有且使用大麻烦 而遭到逮捕 在此之后 便以半饮退的状态 消失于大众眼前 最终于2005年6月10日 离开人世 值得一提的是 在当时遭到逮捕时 日本主要的新闻社 却错误地把永岛生儿的名字 搞错写成大饭桶的作者水岛心思 让日本的漫画评论家吴志英感叹道 这也许反映出社会对于漫画的评价就是这样 抱持着毕竟只是漫画的侵蚀态度 虽然是一则有点遗憾的故事 但如果永岛生儿地下有知的话 应该也会对于现在日本漫画的文化影响力 感到欣慰吧 这位大家一定有听过 那便是曾创作出 快智人口的人气漫画 神剑闯江湖 武装炼金等作品的合约深宏 神剑闯江湖虎虽然在1999年结束连载 但多年来依然有许多读者 都期盼能再看到 美村建新之后的故事 于是在历经了十几年后 合约深宏终于在2017年9月 与Jump Square展开了续片的故事 神剑闯江湖 北海岛片 然后连载暖身都还没结束 就马上出了大事 同年的11月21日 合约深宏因为非法持有 未成年女性的全裸影片DVD 而被要求进行输累送检 合约深宏当时自己也坦诚 喜欢小学高年级到国中二年级左右的女性 当然进行中的连载也在12月进入了休刊 不过你没看错 合约深宏没有被逮捕 只有进行输累送检 这边帮大家科普一下 所谓的输累送检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 把书面资料送交给检察官的行为 在通常情况下 逮捕这个行为是由警察去执行的 而在逮捕之后 警察必须在48小时内 将嫌疑犯提交给法院审判 然后再由检察官判断是否要起诉 不过在针对一些并非重大犯罪的情况下 警察可能会选择不逮捕而直接调查 以合约深宏为例 他就是虽然未被拘留 但仍然需要等待检察机关去判断 是否要起诉他的罪行 在经过东京检疫裁判所的起诉及判决后 最终对合约深宏处以了20万日元罚金的处置 而神剑闯江湖被爱盗篇 也在2018年的Jump Square 7月号上 恢复了连载 虽然应该也没有什么人听过 但野野村秀树 在当时其实是具有相当知名度的成人漫画家 创作了诸如心灵调查室 Officely 邪魂兽等作品 而野野村秀树这个名称 其实是夫妇共用的笔名 而今天谈的是负责作画的丈夫秀树 在1998年开始连载 Buzz女仆马林后 野野村秀树便获得了相当的关注度 不过出版社也得顾及社会观感的问题 因为他所连载的作品尺度相当大 但基本上还是没有阅限 为了能尽情绘制想画的东西 野野村秀树也在进行连载的同一时间 以同人作家的身份展开了活动 由于画风具有强烈的动作性 加上目不暇及的福利画面大放松 让他在粉丝之间被称为同人之界的帝王 年收入据称甚至高达1亿人员 令人惋惜的是 他却犯下了令人愤怒的罪心 2004年野村秀树戴上面具 潜入了女性助手的公寓 并且用胶带、绳索、眼罩、手铐等工具 限制住被害人的行动 最终性侵得逞 更过分的是 他还在过程中拍下了犯案的过程 并以此为要挟 强迫女助手持续与自己发生关系 长达了7个月之久 虽然在犯案时 野村秀树都有戴上面具并刻意变身 但从他的行为举止中 依然露出了蛛丝马迹 让女助手确信范源就是野村秀树 并鼓起勇气报警揭楼这一切 而野村秀树也在2005年4月遭到警方逮捕 周刊现代杂志也针对这起事件的经过 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是一起震惊大众的事件 山本音夫为奇遇县出身的漫画家 代表作品为《杀手阿医》 《易变者》等青年像漫画 喜欢在作品中呈现犯罪 性向、人类思想等主题 曾在1988年荣获千页彻迷赏期待赏 山本音夫对于取材相当重视 认为一定要亲身经历过 才能创作出胜利其境的体验感 所以在连载以偷窥为题材的 Nozukiya时 他便曾有入学侦探学校的经历 为了创作易变者 也曾经在悉心素体验过借友的生活 由此可见他对于创作的执念与热情 不过在连载一变者时 却曾发生过原因不明的长期休刊 同一时间 山本音夫的官方页面也被关闭 小学馆网站中 所有有关山本音夫的内容也遭到删除 直到2004年才揭露 山本音夫突然进入长期休刊的原因就是 是大妹 我加了大妹 没错 山本音夫因为非法持有很大的麻烦而被逮捕 并接受了带有缓刑的有罪判决 据说因为担心这起事件会对业界造成负面影响 也怕大众将漫画与麻烦联想在一起 所以小学馆便对各大媒体施压 要求不要报道这起事件 不过最后还是走漏了风声 小田健为日本的人气漫画家插画家 创作了诸如《奇魂》《死亡笔记本》等人气大作 更曾荣获第七届首种志从文化奖 《新生奖》等多项漫画大奖 是一名实力有目共睹的漫画家 2006年9月某一天的凌晨12点左右 小田健开车行进了东京都烈马区附近的街道 因为当时汽车的左侧前罩灯故障没有亮起 于是便引起了巡逻中警察的注意 在接受盘查时 警察发现在车内的中央置物箱上 放着一把折叠式的军用小刀 这把小刀被装在车钥匙的钥匙圈上 乍看下虽然只是一把小小的刀 但在实际测量长度后 发现任长为8.6公分 超过了冲刀法规定的6公分上限 尽管小田健解释这只是露营用的工具 但因为车上并没有找到其他与露营相关的必要物品 于是警察判断这并非像是要前往录影的合理解释 最后遭到了警方的原地逮捕 在被逮捕之后 小田健进行了诚恳的致歉 也表达自己也已经在深深反省 部分粉丝虽然担心会不会因为被逮捕而结束漫画家生涯 或是以后还能不能看到他的星座等等 但因为小田健并没有什么犯罪的计划 再加上初犯以及深刻反省的诚恳态度 因此很快就被释放了 虽然当时切切的释放日期并不明确 但推测应该是在监禁及罚款的额选仪下 选择了支付罚款并释放出来 而即使在事件发生的当下 周刊少年Jump编辑部也对小田健保持着信心 在此之后 小田健也顺利复出并推出了豹漫王这部热闻作品 直到今年都仍然活跃于第一线 倒在光年为冲城县出身的日本漫画家 1997年在周刊少年Jump上开始连载 世纪末领袖传 收获了极庞套的人气 据说在当时能与One Piece分庭抗礼 倒在光年也在2001年凭借此作品 获得了小学馆漫画赏儿童部门赏 这段期间 他也一直是高额纳税者排行榜 神难川县部门的榜上常客 可以说过得如日中天 然而在2002年8月7号时 倒在光年在约会网站上 认识了一名16岁的女高中生 并以8万日元进行了援助的行为 世界曝光后 倒在因为违反儿童买春禁止法 遭到了神难川县警方的逮捕 想当然 连载中的世纪莫领袖传也被迫腰斩 而这款少年Jump编辑部 也在此后发表了谢罪声明 结果在同一个月的8月29日 倒在光年又被调查出 还要与另外两名16岁女高中生 进行援助的行为 最后被横斌地方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四年 结束了星期后 倒在光年继续投入漫画的创作之中 于2004年以Ring重新复出 而曾经绝版的世纪莫领袖传 也以外版的形式再次发售 并在2005年6月发售的Super Jump上 开始连载世纪莫领袖传完结篇 于同年11月完结 在此之后 倒在光年也持续推出例如 美食战斗漫画 美食猎人Torico 以及建筑战斗漫画Build King等作品 本名为神奇良太的《鸭切连接》 是一名出生于东京都的漫画家 曾荣耗周刊Young Magazine 《月见新人漫》等奖项 除了创作了许多作品 《鸭切连接》也在2013年 以高奔少女获得了 这本漫画《真厉害》男生篇第二名的荣誉 高奔少女以透过游戏为媒介 细腻描写了角色们的内心情感 而作品中登场的游戏名称 与游戏角色 也大多是现实中实际存在的 很容易引起共鸣 让读者能回忆起童年时光 不过因为作品中 未经允许擅自使用了 格斗天王及试魂系列等角色 而让版权所有者的SNK电子游戏公司 在2014年5月的时候 对出版的石科威尔·埃尼克斯 提起刑事告诉 同年的8月5日 石科威尔·埃尼克斯的总公司 甚至被强制搜索 并于隔天的新闻报道中指出 作者鸦切连接也受到了警方调查 大半府警方也依违反著作权法的嫌疑 对鸦切进行数类耸解 机关鸦切矢口否认 并表示他认为有获得许可 但警方仍然对其进行了处奔 由于上述原因 高奔少女曾陷入战时被迫休干的处境 不过最终 高奔少女于2016年5月23日宣布恢复连载 更在2019年被改编为电视动画 浪货子 本名为武士兰慧 是日本一名女漫画家 同时也是艺术家 女权主义者 以及日本性器艺术协会的会员 她所创作的作品中 几乎都是以性作为主题 例如以自己的生殖器 整形手术经历为题材的 装逼 整形过那里的漫画家 创作奇怪艺术的理由 并在创作续编的期间 将自己升值其外观部分为模型基础 制作出名为装逼的艺术品 即使与社会风气背道而驰 她仍然相当热衷地以女性的身份进行创作 希望让大众看见性的区无名画等等议题 如此前文的人物形象 也让她在欧美国家获得了认可 例如曾在2015年 被美国新闻网站评价为 打破社会禁忌的十位女性艺术家 或是在2016年 以猥亵是什么 被称为自称艺术家的我 这一著作荣获洛杉矶时报突出奖的亚军祖 然而在2014年7月12日 她却遭到了警方逮捕 原因要追溯回2013年6月 为了要制作一艘 以自己升值其外观为造型的小船 烂货子以群众募资的形式发起了活动 作为回馈 赞助者将可以获得 烂货子本人新器官扫描而成的3D数据 并且成功募集到了100万日元的资金 然而这项提供赞助者下载数据的行为 却违反了散播猥亵物等罪名 将3D数据视为淫秽物品的案件 也是全国首例 尽管烂货子认为 警方将自己的升值器视为猥亵物很不合理 但依然遭到了紧急逮捕 消息传出来后 这一事件开始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讨论 甚至有国外的摇滚乐团 为了声援她创作并发布了原创歌曲 可以说这一次的逮捕受到了许多国际媒体的关注 也涉及了日本在性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而突然的12月3日 她又因在成人商店展示了以女性器官为造型的展示品后 因公然陈列猥亵物的嫌疑 再次遭到了警方逮捕 最终以150万日元的保释金交保出狱 只能说烂货子不遗余力的 为了贯彻心念而努力者 质子能收是日本的漫画家 同时也作为电视艺人有着一定的知名度 即使是被称为非主流系 Garu系的漫画家之一 她也是当中的佼佼者 以荒诞、极端、过激的风格著名 经常使用各种荒谬无理的笑话 或是各种赌博、暴力情节 来描绘内在的黑暗及精神分裂 不过质子能收非常热爱博弈活动 小制骰子游戏、大制游艇精速 他可说是几乎所有类型的赌博都样样精通 即使是和老婆一起前往拉斯维加私旅游时 也是几乎沉迷在赌场中流连忘返 不但以自己的名义举办了竞庭比赛 还在1996年担任了拖曳赛马的形象代言人 日本甚至有以他本人为主题的薄清歌机台 质子也透露他在高中时期 认真遵守了高中生不能薄清歌的规定 不过忍到毕业典礼一结束 就火速奔去薄清歌店 在全日本里 自己搞不好是高中毕业后 最快去薄清歌店的人也说不定 而虽然爱赌博 但质子也是一个有自己原则的人 他曾因为赌博输掉一亿日元过 不过他并没有因为这样的负债 他曾经表示即使在赌博中失败 也是自作自受自食欺过 如果因为赌博而负债 那一定会下地狱 聪明的你应该也能猜出来 质子能收犯了什么罪了吧 没错就是赌博 1998年11月 质子能收在东京新宿区的一间麻将馆 因涉嫌麻将赌博而遭到当场逮捕 随后自我禁足了4个月 并暂时停止一切艺人活动表示犯行 你可能会很困惑 日本的赌博种类多彩多姿 难道这些就不违法吗 其实日本的赌博罪跟金额或项目无关 就算是朋友之间打赌一云日币 同样也是办法 所以像是禁廷或赛马 只能经由官方认可的正式管道进行 而薄欣哥也有专门的法规限制 更不可以提供现金报酬 这派经营的麻将馆 当然也是先将现金换成代币后 才能进行麻将活动 所以这次的事件 是因为那间麻将馆 提供顾客以现金直接进行赌博 遭到了举报 虽然身为常哥的他 被逮捕的当下 完全没发觉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就是了 好的 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内容 虽然今天有一些故事比较沉重 但也希望大家在人生奋斗梦想的旅途中 都能够保持正面乐观的心 祝福各位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